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大尾聊车 虽然超人,蜘蛛侠,钢铁侠这些英雄角色都是虚构的 但在我们身边一直有很多真正的英雄 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爆发 在大风和干燥气候的助力下 火灾正以前所谓的速度蔓延 要命的是随着风向的突变 原本安全的区域也会瞬间变为火海 在加州天堂小镇的一家医院就遭遇了这样的灾情 因为风向突变大火点燃了医院 而医院内还有数名正在住院的老年人 他们几乎没有逃生能力 医生Alyn Pierce不顾安慰 驾驶着自己的风田坦途两次冲进火场 转移自己的病人 虽然病人得救了 但自己的爱车却被烧得一塌糊涂 整个前大灯,后尾灯,后视镜,保险杠,中网等外网的塑料零部件 都因为上百度的高温被烤化了 好在这辆风田坦途除了这些皮外伤之外还能继续行驶 只是看到爱车如此受伤 英雄车主心里也不好受 这辆风田坦途并不是一辆便宜货 他搭载一台5.7LV8发动机 国内的售价高达62万元 拖拖的豪车 风田知道坦途车主因为救人爱车搜损后 主动提出奖励Ellen Pierce一辆全新的坦途 以表彰他不顾个人安慰英勇救人的依据 而Ellen Pierce在收到这份礼物之后表示 火灾中受损毁的旧坦途将成为收藏品 以时刻激励自己生命的重要性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 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别忘了点赞关注哦